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帮助我们在 将要过新年 农历新年的历程当中 去经历上帝你丰富的恩典 帮助我们明白 是的 当我们在逐渐 闻秀到新年的气息的时候 仍然能够记得上帝 你丰富的爱 求主的怜悯就临到我们生命中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是1月23号 同时也是小年夜 今天的经段是诗篇第53篇 欲完人心里说没有上帝 他们都是邪恶 行了可真悟的罪孽 没有一个人行善 上帝从天上垂看世人 要看有明白的没有 有寻求他的没有 他们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 并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的也没有 作孽的没有知识吗 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 并不求告上帝 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 因为上帝把那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散开了 你使他们蒙羞 因为上帝弃绝了他们 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 上帝救回他贝卢的子民那时 雅各要快乐 以色列要欢喜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诗篇53篇当然是一个很特别的诗篇 很多审学家都在讨论位置的问题 因为事实上 诗篇53篇跟诗篇14篇 有非常相似的话语 非常相似的话语 非常相同的内容 都摆置在 卷一跟卷二 同时都摆置在这个地方 其实都有他独特的意涵 诗篇 卷二 诗篇在编辑的过程当中 相信都有他神学家 刻意安排的历程 因为在刻意安排当中 很显然这些 后来第二圣殿的这些编辑者 他们在看这个诗篇的时候 他们在断定在圣殿里面 重新敬拜的秩序 而重新敬拜的秩序当中 有几个相度 其中的一个相度 其实就是人 而人为什么会 因为诗篇的诗人 颂藏的是上帝 但是反射的是 人的处境 跟人本身的状况 而诗篇五三篇 跟诗篇十四篇 都有一个同样的主题 就是人 在这里 其实一开始 诗人就宣告 那些愚笨 顽固的人 心里是一直低估的 这世界怎么有上帝 而这些没有心中 没有上帝的人 他们是邪恶的 他们行了可憎恶的罪 上帝 是从天上垂看 他在看 我们这个世界 有没有那些明白真理的人 没有 有没有那些寻求他的没有 没有 没有 所以那个诗人在这里 不断的透过对话跟问句 在说明 我们所身处的世界 他当时候所身处的世界 在他来看 是多么邪恶 邪恶的原因 是来自于人 眼中没有上帝 眼中只有自己 这就好像在创世纪 伊甸园的故事一样 蛇最重要的引诱 其实不是那颗善恶果 蛇最重要的引诱 是你们吃的善恶果 可以向上帝 可以向上帝 或者是向上帝一样 主宰我跟我的世界 这正是人最大的恶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人最大的恶产生的时候 人生命里面的各样的景况都会出现 而这就是人罪的根源 因此 因此 这些作恶的人 他们并不知道黄毁 他们就好像将自己当做上帝一样 事实上在历史上 有多少人想要当上帝 有多少人想要当神 掌权作王的人 他们多想要多少人向他跪拜啊 凯撒 历代的皇帝 事实上现在有没有形式 但是有实际权力的那些人 各个都是想要当皇帝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他们心中没有上帝 那这世界就惨了 对 没有错 这世界就惨到像如今的地步 这就是圣经里面的断言 一个世界 如果这些掌权的人 如果这些人人人各自都想做上帝的话 那就惨了 因为我们都不想要听别人的 我只在我的世界里面当王 看你要掌管多少人 甚至是小小的一个地方当王 没有人管你 但 如果你知道有上帝 那这个世界会不一样 所以因此 帮助我们 求上帝帮助我们知道 有他 我们愿意 惧怕他 敬畏上帝正是一个人 最能够做的一件事情 而敬畏 知道自己有罪 有限 那才是一个人 真正成为上帝眼中 看为人最要紧的本质 愿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从贝儒之地归回 而贝儒之地归回 有时候只是一个生命的转念 一个知道上帝敬畏上帝 并且在他面前 虔诚地说 主啊 我是个有罪的人 从那一点来开始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帮助我们 我们深知你掌权 但人是多么奇怪的动物 我们多爱掌权 多爱称自己为王 主赦免我们的罪 帮助我们明白 有祢在我们生命 是多美好的事 求主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